加州今天将举行一场罢免州长纽森的投票 投票前夕拜登总统特别飞到加州力挺这位陷入困境的同党级州长 使得纽森倍感温馨与安心 这是继副总统贺锦丽与联邦参议员华伦后又一位强力支持他的人 看来这场对纽森进行的投票是很难过关的 罢免行动将以失败告终 罢免是民主政治中民意负面表达的体现 也是选民修正与弥补自己在选举时错误的一种方式 由于消耗费大量政府经费与社会资源 美国目前只有19个州有罢免州长的权利 加州不但是其中之一 更是动用罢免权最频繁的一州 根据该州正式记录已举行过30次 但只有在2003年成功了一次 当时的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因增加汽车税 遭致民怨而被罢免 由共和党籍的对手电影明星阿诺施瓦辛格而当选 不过这次纽森的罢免情况大不相同 纽森是2018年才被选为加州州长的 此前他做过旧金山市长 具有丰富的行政经历 风流倜傥的他具有特殊的政治魅力 绯闻婚外情都阻止不了他的仕途 但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而使他的政治前景蒙上了阴影 正像许多州长一样纽森下达的居家禁令 一度使经济受创而遭受批评 尤其是他禁止州民外出用餐 自己却与有人在高档餐厅参加豪华宴 照片上视频曝光后民怨炸锅 加上该州发生历史上最大公款诈骗案 公库1140亿美元事业救济金中的10%支付给了欺诈人头 再加上应对疫情巨额公共支出费用持续高涨 企业严缴税款 使加州财政有原新的216亿元 盈余逆转为543亿元的赤字 这些都造成他被罢免的理由 根据加州的法规罢免门槛的签署必须达到上一次选举投票人的12% 也就是150万人签名才可进行投票 结果在今天4月初联署人超过160万人 让纽森紧张万分不得向白宫求救 索性他的民意支持度达到了60% 而且特索犯的过错并不像纽约州长郭默的道德沦丧 所以拜登才会挺他 加州现在是民主党天下 由于纽森团队已经把这一次的罢免成功转变成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对决 凭借着政党的优势加上正副总统的加持 纽森的州长大位应该是保住了